然後又有功能性的 譬如說像這個 像這個泳衣 它那個還有硬 是沒有它那個 它這個料子的設計器 它有做那種襯墊 對 就是這樣 那你從水上來 你說它剝頭髮還要把它水擠掉這樣 不用 它不會吸水 它只是就是那種科技的 對 現在有那種墊是不會吸水 但很輕 對 然後它這個 對 這個就是微微的 沒有它剛剛那兩條那麼厲害 就是微微的可以在溝上有兩條線 然後又有點就是撞色的設計 然後我也有這種就是花色 這種比較粉嫩色的就是 好像女生會比較少女一點 因為我現在也是有點在長大廊 所以我就想說 讓自己可以有一些微性感的元素出現 再慢慢進階先往思佳那裡去好了 她的我比較能接受 像我就是會搭一些這種髮枯 但它是大花 因為平常走在路上帶這個 就很異類 不會 除非在那個Vegas 強哥可以 對 他可以而已 可以跟強哥談 我有一個會發光的 那時候也是 我也是去過Vegas 然後就看到他們很多會走 對 會觸電 然後如果有還會閃 你下次不會電到吧 會閃 這可以跳水嗎 不行 因為它這個是有電的 你可能會被電死 然後在海邊帶這個 我就覺得很像女神 好可愛 就很合理 然後人家也不會覺得你奇怪 因為你在海邊會看到更奇怪的人 好 其實你帶也蠻讓人家舒服的 對 好 然後再來像這種飾品配件 就是像這種金色 就要讓它是非常乾淨的那種金 然後就可以加這種 有點透明的水晶 像我的這個手環也是 就是反正就是把這些亮亮的叮叮咚咚的 可是這些我會上岸才帶 不過我的建議是喔 如果是去海邊的話 盡量不要帶這種有度的飾品 因為陽光跟海水都會壞 也會傷於皮膚對不對 是有可能 真的嗎 然後造山其實像我身上這種 就是我覺得 你起來要在路上行走的時候 不尷尬 因為你不會直接露出你的這些 然後也有這種外套的 我選的也都是比較涼爽的顏色 像這種白色 但這種造山就一定要有流蘇 因為你在走動的時候 才會有這種搖擺的感覺 像這樣 你們兩位跟人家互動一下好不好 對 我們把他擺好 而且玩家會很反彈 他只顧他的流蘇 然後還像 我不是說跟他互動 不是你擺你的流蘇 其實還OK 是不是 我們走遠一點的原因 沒有OK 阿志其實 走在路上其實是很好的 還不錯的 巴黎島 我覺得好像沒有進步 其實覺得滿有風力的 巴黎島 對 巴黎島 巴黎島 以一般人來講 接受度可能會比較高一點 對 一般人很適合 OK 可以吧 兩位來 巴黎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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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黎島